大陆中央气象台发布首次雾霾成色预警 浓雾的天气会一直持续到16号 这种因为空气污染造成的大雾天气 已经严重影响到民众的健康 目前光是北京市就已经有将近一万名的儿童到医院就诊 呼吸道疾病的病童就占了30% 一个星期以来 中国中东部地区近20个省出现了极为严重的大雾天气 这种所谓的物其实是由无数个可入肺颗粒物构成 这些颗粒因为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 又称为PM2.5 这种物质能携带大量有毒有害物质 直接进入肺部甚至融入血液 对人体危害甚大 据北京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 1月12日北京城空气中的PM2.5浓度 最高达到每立方公尺993维克 日均浓度是国际标准的7倍 从数据上看 北京的空气指数高达428 污染级别为6级严重污染 我们一般来讲 污染指数到了150到200的时候 其实对于一些敏感的人 比如老人和孩子 就其实是有健康影响的 就需要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所以其实到了那种非常严重的时候 就基本上只能是说你尽量的不出门 才是能够保护自己了 其实到了三级四级就已经开始严重了 如此严重的空气污染 已经对人体造成极大危害 但北京市民依然如往常般的生活着 仿佛对这种天气早已习惯 只是从视觉上感到 给生活带来不变而已 当局也从未在这方面针对民众做过警告 甚至如果不是出现了全国大范围的雾霾天气 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PM2.5 一直到北京的天气引起了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媒体关注 中共当局才公开建议公众尽量避免外出和激烈运动 但仍然没有告诉民众 这种污染天气造成的实际危害和防护措施 研究报告显示 2010年北京 上海 广州 西安 因为PM2.5污染造成的早死人数共计有7770人 目前空气污染范围正在进一步扩大 大陆中央气象台1月13日发布的预测表示 雾霾正在向华北南部和东部 江南 黄淮等地区扩散 影响范围达到数十个城市 最近这种污染天气对人体造成的危害正在逐渐显露出来 大雾笼罩地区的医院就诊人数直线上升 其中呼吸道感染者占大多数 人们必须戴上口罩后才敢出门 最为可怕的是 中共当局对此环境污染的放纵 使得污染程度逐年恶化 已经开始危害到了民众的身体健康 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显示 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里 中国就占了16个 官方数字表明 每年因为空气污染而死亡的人数 高达35万8千人 新唐人记者陈汉张天宇采访报道 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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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触